刘庚红女孩是什么梗 这个梗指的是那些跟着宝岛艺人刘庚红直播跳健身操的女生们 什么你问我为啥这些女生要跟着她跳 那当然是因为柴人家身材好了 那当然是因为人家专业了 而且最近她超火的好吧 至于说起她火起来的原因 我真是要笑死了 因为要居家管控嘛 刘庚红最近就在家里搞起了直播跳健身操 结果直接就收到了平台的警告 说她穿背心露眼毛不牙关 这老哥是个狠人啊 她把叶毛刮了个干净接着播 没想到又收到了平台的警告 这次是因为常年健身嘛 刘庚红从前的曲线比较伟岸 再加上跳健身操身体摇晃比较大 平台就判定她是在搞瑟瑟 结果这老哥是个狠人啊 他把家里的羽绒服给穿上了 穿着羽绒服跳健身操 还真是第一次见有人这么干 属实是长见识了 总算是好了几天 没想到周旧轮病了 他跟周董是好朋友 就在直播中说了一些情况 并祝她早日康复 结果被系统判定为涉及医疗内容 把她的直播间给封了 这老哥是个狠人啊 但这回不能狠累啊 再狠号都要没了 总之这几波下来 节目效果算是让平台给拉满了 引得众多小姐姐前来围困 一周时间粉丝暴增1000多万 到了现在已经是全家老友 骑上阵 照着全门健身的方向发展了 看情况这老哥算是要起飞了呀 好了记得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